在台北市立美术馆里 观众要像一个侦探 带着放大镜细细探索 不同形式样态的展览分零分重的 各自带着想传递的讯息 安齐在美术馆各个角落 教育服务组是 埋伏在美术馆里面的隐形观众 规划着各类丰富多变的学习与参与活动 如与儿童探讨艺术想象的 儿童艺术教育中心 沉浸式探索的王大宏建筑剧场 户外广场启发建筑想象的 Excite计划 今年夏天 我们邀请到组长熊思婷 带我们进入北美馆的夏日易游 你好 我们今天的Lead路二号 邀请到我们台北市立美术馆 教育服务组的组长 我们熊思婷 熊组长您好 您好 那这次邀请我们的师庭想要来邀请您跟我们讲讲说 台北市立美术馆教育服务 到底在平常里面跟民族的这份连结是什么呢 博物馆或美术馆的诞生 其实以往都是以典藏或者是研究为出发点 后来在这些典藏跟研究的作品做成了展览 那展览之后总要推出去吧 那所以说其实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就是博物馆的教育的概念就进到了博物馆里面 那其实也就是说 你很难想像其实在十七十八世纪 博物馆是没有导览员的 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教育活动的 所以我们组的诞生主要也是因为 其实教育它成为了美术馆或博物馆里面 重要的功能之一 那我们就会做很多分明分重的活动 或一些其他的推广活动 是这样子的由来 可是这几年在教育服务的角度里面来讲 包括林平馆长 他也找了很多一些有趣的艺术家 他甚至是做了很多的户外装置 跟那些策展是让民众可以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所以我就打破了以往我们跟 在美术馆不能碰不能摸的这样的感受 反而是变成尽量地摸尽量地看这样子 其实我也会一直想 如果在美术馆里面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式 或者是可以尝试什么样子的不同的做法 拉近跟观众的关系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 其实我等一下要介绍的儿童艺术教育中心 甚至是王大宏建筑剧场 或者是您说户外的这个EXITE计划 每一个计划 其实我们都想要设计不同的体验给观众 因为我觉得那个体验那个东西是很重要 但是体验不是只是说摸或者是玩这样子的部分 其实体验还有包括说我写出来的文字 或者是我使用的这样子的媒介是不是能够感动大家 那这里面对你们来讲说最有趣的是 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些民众回馈 然后对你来讲是很深刻的 我们其实有一次在美术节的时候 其实做了一个尝试 就是虽然是美术节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档期的安排上面 有点没有办法配合艺术家或者是开展的这样的档期 所以在那个节庆来的时候 其实整个美术馆都是在布展的状况 那其实有一层楼它就是东西正要装箱 那另外一层楼是作品正要上墙 那其实还有一层楼是就要打灯 隔天就要开展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后台全部开放给民众 我们叫做美术馆翻脸了 就是把美术馆翻过来 让你看到我们日常都在做什么 我们收到很多参与观众的一些回馈 然后他们也觉得非常地棒 那我们也觉得这个尝试 其实是一个好的美术馆教育 就是说它这个内容其实是一个 跟现实结合是一个 结合得非常好的活动计划这样 施行刚刚跟我们介绍到很多 关于教育服务处里面住了很多 民众们也许不知道 但是却能够感受到的很多的微小 很贴心的一些策划 但其中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 可能就是在我们的地下室 有一个新创立的儿童艺术教育中心 可否跟我们民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这个神秘的角落 2014年之前呢 其实是为人所熟知的美术资源教室 对 它就会有些课程 有一些创作课程 水彩 油画 雕塑等等课程 我刚前面有说美术馆的教育 其实是因为也是西方引进的一些理论 所以把教育这个角色放到博物馆 或美术馆里面 他们觉得这个叫做非正式的学习 那其实美术馆在思考这件事 我们其实想的也是如何配合 或者如何跟我们现在教育现场 也就是学校里面的艺术教育做结合 那其实呢 学校艺术教育之前一望 确实我们的教学都是以媒材技法 作为一个重要的角色 例如说老师会让我们画字画像 对 老师会让我们做剪贴 或者是版画等等 那后来就变成了所谓九年一贯的教学 那九年一贯的教学 其实就把视觉艺术表演跟音乐 都整合在所谓的人文艺术课程里面 那所以美术馆其实在这样子的 时空背景之下 其实我们也要做一个调整 就是所谓的艺术教育 它其实已经不再是 我们只要学习画得像就好了 它其实有很多探索的部分 或者有很多有时候利用视觉 有时候利用身体去学习的部分 所以是在那样子的状况之下 儿艺中心才诞生 对 那在2014年诞生这样 那这几年的儿艺中心 它做了有这样一个开放一个空间 让民众们能够开始接触 所谓的非正式教育 其实上课社会其实可能不见得是小朋友 连大人都能够再重启那样的画笔 或是手能够再去做创作 儿艺中心呢 我们其实有一个最大特色就是 我们会跟 我们喜欢跟当代艺术家合作 因为我们觉得当代艺术家 其实他们的作品 其实反映的就是现在的生活 也就是跟小朋友其实息息相关的生活 有些艺术家他喜欢观察环境 他会告诉你 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污染 有一些状况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样子 不同的眼光或不同的角度 来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当代艺术 其实很能够跟小朋友的生活 作为一个结合 那小朋友其实也很容易 catch到所谓当代艺术家 传递出来的一些讯息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让他 或是帮助他以后在他的生活上面 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或是想像 尤其是以后的小孩 面对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很难说 是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刺激 其实刺激他的世界里面 多了一个探索的一个线索 所以其实与其说儿童艺术教育中心 教你的是艺术 不如说儿童艺术教育中心 用的是艺术的角度 教你去了解世界 因为很多艺术家 他们也许不是个很有钱的人 可是他们在旅游世界之中 他们看到一些观感 他们把心中那样的痛 把它变成是一种行动 行动 然后在你们的邀请之下 让孩子们也能够知道说 其实他们的未来 这是也会是我们现在很多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副文教育 真的很谢谢你们 对 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能够提早认知 而且他们就更能够把环保 跟大地的认知 生态的议题 对 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 即使我们妈的那一辈她也会说 当代艺术离我好远 我看不懂 可是当代艺术其实离小朋友很近 他们都看得懂 对 就是他们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个线索 就是我说的那个线索 其实就是他们日常生活 真的很谢谢有你们这种 所谓非正式教育里面 提供孩子这样的创作 因为大部分我们在学校教的 这种技法来讲 反而制约了孩子们的一些观点 可是其实孩子们想象力 其实是超乎我们大人所认知的 他们反而有他们自己的创作领域 而且很多当代的创作者 他就是因为保有了他的统真 而被值得推崇 那真的有你们的这样的一个 空间的开放之后 其实我们反而是来跟孩子们学习 其实艺术家们也是 因为他们以往在展览的时候 他们可能获得的Fayback不一样 可是如果在儿艺中心展览 他们只要展一次 他们就知道 孩子的破坏力有多长 或者是他们看到这个作品有多开心 就是我永远都记得 我们有一次跟庄普老师合作 那他其实非常非常 喜欢到展场里面看小朋友 跟他的作品互动的一个方式 其实他也很投入 那我想这样的经验也是我们很珍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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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是可以发展得怎么跟句话长可以一起看到的 这次大家會发现九件作品里面有三件是我们 관内的典藏作品 那他们都是正義就是原作 那很难得在这边可以让孩子们就是可以以很近的距离去看得到 那另外六件作品里面 其实这些艺术家都是长期以来 他们自己的创作都跟时间有关 然后他们也对时间这个题材很感兴趣 那大家会发现在这一次的作品里面 我们也让孩子尽可能地去运用到各种感官 就会有一些作品他们得要躺下来 有些作品也要动手去触摸 或者像雅惠 王雅惠的作品 他有一个他设计的互动装置 就是小朋友要去走线 让他们专注在当下去体会那个当下 这一些或者是像王仲映在户外种品的作品 那他是需要靠身体整个的参与 然后打开他的听觉 然后他去跟作品沟通 跟作品对话 去感觉到那个作品要告诉他传达出来的讯息 所以就是小朋友的五感经验 其实是我们在这一整个教育计划的作品里面 很想要能够邀请大家去使用到的一种经验 今年你们创造了另外一个新的教育计划 叫做《时间在哪里》 但如何让小朋友去学习时间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 时间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那如果你有观察到就是儿童艺术教育中心推出的所有的计划 不管是从小大然后一直到会动的艺术 到我们做的建筑的70% 这样子的展览其实里面都会有一些议题 是我们很想跟小朋友讨论的 像小大其实我们在讨论所谓尺寸的问题 那它到底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 然后它到底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难免碰到一些抽象的议题 去值得去讨论 这件作品其实是从上一档会动的艺术 一直延续到这一档时间在哪里 当初在思考这个摇摆底 也是希望透过参与去玩 就是你身体在那边摆动这个装置 它就会造成一些机械的运转 那继续运转它就会持续去推动时间的流动 接续的发展其实又让我重新去思考 这件作品里面关于时间的命题 我原本是做立体造型雕塑 那也是在做雕塑的过程当中 我开始加进了洞的元素 比方说我加了马达 加了一些关节加了一些连感 让我的雕塑从原本的静态产生了动态 这一次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选择了 就是小学一定会学的那个直笛 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的一个乐器 其实我上一个版本是我自己做的笛词 然后我做的频率比较低 小时候在学吹直笛的时候 就是大家吹得五音不全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热闹 对那我觉得这个声音其实是附有一种蛮怀旧的一种记忆这样 所以其实机械的运转跟你参与在其中 我觉得它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慢慢地去察觉到时间的出现 透过这个装置透过声音的出现 时钟年轮上走着造型奇特的指针 时而消失在棋盘隔线时而出现 好似流浪者 流浪者来自文学作品《流浪者之歌》里的主角 书中的他为了追寻理想踏上旅程 如果这个墓钟是流浪者的钟 那么属于你的钟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它其实是从德国一个文学家赫曼赫赛的《流浪者之歌》 这本书的书名延伸而来的 因为当时我完成这一件作品的时候 我就觉得其实我从隔线的线条里面取一小段 然后让它形成一个秒针的时间 在隔线上面旋转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步一步地追寻 然后最后在某个时间点 跟整体合而为一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很像就是《流浪者之歌》里面 那一个行者给我的感觉 所以我就想到说 其实时间对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所以也许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时钟 它里面隐藏着是一个走路的形象 《流浪者》它的走路其实是一种追寻 那它的追寻又是想要回应一个更完整的自己这样子 所以应该是从这个走路的形象而来 我就联想到那样子在走线的一个小朋友的状态 它其实是可以慢慢去体会那样子的心情是什么 那这个是从蒙特索利幼儿教育里面 一个蛮有名的走线活动 而我把它改编而来的 然后那个地上的那个椭圆形状 其实就是也是对应着天上行星的运作 所以当小朋友头顶着沙包 或是手拿着小铃铛 然后透过这个小小的道具 然后在一步一步行走里面 慢慢安静下来的时候 它其实等于是找回了自己的时间 在宇宙大爆炸之前时间是不存在的 那我当时看到这一句话觉得非常的震撼 因为对于人类经验而言 没有时间其实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反过来说 其实我们可以就是画一道线 或是说从这里走到那里 走个两三步 其实这个运动里面都包含了时间 没有时间其实是做不到的 所以因此在我的作品里面 时间其实常常表现为一种 物体的运动状态 仔细去观察这个世界中的动态 其实可以发现任何微小的动作 其实好像都跟更大的一个整体世界 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其实在跟组内的车展同仁 在讨论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出发点是 有很多小朋友他们的口头 他妈妈的口头餐就是快点快点 对 那为什么快一点快一点 就是一直在催促 你要赶上这个时间 要准时 那到底时间是什么呢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艺术家 他的作品里面放入很多时间的元素 他有些在告诉你时间 跟他的回忆有关 他有些在告诉你时间 跟他的感受有关 你可能感受比较好的 你很开心的时候 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 但是你很悲伤的时候 你可能会盯着他一直看 然后一直觉得好无聊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的感受 其实是很具体的 虽然它很难端出来 但是我们就是利用这样子 我们找了九个艺术家 想要把时间这个议题 跟小朋友说清楚 那今天有没有哪一个作品 可以偷偷跟我们分享一下 然后也进来让民众们知道 他如果未来进入来看展的时候 他能够用什么样的角度 来欣赏这样的时间在哪里 我想我会以郭艺诚的这个作品 来作为我的例子 因为他这个作品其实讲的是 他小时候爸爸带他去看《哈雷灰星》 就告诉他说 其实《哈雷灰星》 其实我不太清楚了 六十年还是七十年才会来 六十年会有一次 对 对 所以等到你下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可能已经到了 六七十岁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除了里面有时间 有你的期望 也有现实的那一面 对 然后有很多物理 物理或是天文的现象 然后还有你的观察 跟这些现象 跟你的生命 到底之间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个彗星 两次的这个彗星 它对整个宇宙来讲可能很短 可是你可能一生中 只能看到两次 或者是 对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可以 在深入跟小朋友在做讨论 我们如何能够穿越时间回到过去 在时间支流里 记忆成为支点 带着我们回返过去 艺术家顾一诚借着作品 承载小时回忆 以及对父亲的承诺 带着大家在夜空中飞行 其实这一次展出 《时间在来》里这一个展览 展出三件作品 第一件作品就是 《承诺2061》 宇宙掉了一颗牙 跟一个装置 未完成的承诺 还有动画跟绘本 这一系列的作品 其实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完成的 那时候其实是 源自于我小时候看 哈雷彗星的 1986年看哈雷彗星的一个记忆 我小时候那时候我七岁 那时候我有患乳牙 然后又蛀牙 然后印象很深刻是全家 我们去墾丁 然后守在那边看到哈雷彗星 因为那时候是一个 全世界大家都在追星的 天文奇景这样 因为75年才回归地球一次 很多小朋友其实对时间 对生命 其实他们不会感知到 75年有多久 我觉得这个就会让观众 或者是让小朋友 跟父母亲之间 他们会去探讨 如果我在40年之后 我没有办法去跟我一起去看到 哈雷彗星 这样的一个记忆 艺术家郭艺成的创作作品 一直在回溯他的生命历程 对飞行与未知宇宙的 无穷无尽状态 充满好奇向往 时间对他来说 不是恒长恒定的 像是一个被规范的一种状态 在时间在哪里的展览中 不刻意去强调那个时间 而是去强调那个当下的状态 承诺2001 它是一个用牙科诊疗椅 就是那种古董牙科诊疗椅 然后上面用了旧的窗框 那种木制的老窗框 然后贴满了这些 1986年发行的 哈雷彗星的邮票 我就想说 把1982年这个 全世界发行这种 哈雷彗星纪念的邮票 好像挤满这些邮资 它好像就可以 穿越这个宇宙的虫洞 因为等于是我把那个窗框 好像弄成一个太阳门板 也透过这个古董牙科诊疗椅 它好像就是透过这个想象的状态 好像穿越在这种宇宙三轮里面 所以这次整个展览的场景 就跟北美馆讨论 设计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像是在夜间飞行的一个 一个山巒的一个造型这样子 就也对应了 就是宇宙掉了一颗牙绘本里面 最后小男孩跟父亲 就是在夜空里面 看着哈雷彗星 在夜空里面飞行的那样子的 记忆的场景 那另外还有一些是装置类的作品 这个装置类的作品就是 不管它是测量你的心跳 以你的心跳来计算一分钟 我们常常会这样子 就是说 譬如说一分钟心跳应该要七十二下 或者是有人可能很慢 那是表示他的 他的日子过得比你慢吗 或者是他日子过得比你快呢 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互动里面 你发现了时间跟那些隐含的数字 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会提醒你这件事 那当然有很多小朋友他可能 如果他还没有耐心 他就这样子一撇就看完了 其实我们也接受这样子的 对 但是最主要是我们埋在里面的这些线索 是想要让你发现 其实每一个艺术家 他感受时间的方式不一样 他呈现出来 要让你去感受时间 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也不一样 白色两组钟摆一长一短 他们是一组不依照标准 工智时间运作的钟 能够启动他们的 只有每个人独特的心跳 我的作品呢 就是叫做你的时间 这个钟摆呢 它就是显示目前这个心跳的速度 所以心跳越快的话 它就会摆得越快 那心跳慢的时候 它就会摆得比较慢 这方式呢 就是把这个手指尖按在这个侧边 那他会开始预读你的脉搏 那目前测出来 心跳失去一天有这个 50个小时又18分钟 然后目前的时间是显示在上面这两排 那目前的时间是34点又57分 它其实就是利用我们的那个心跳的速度 然后去重新来诠释这个时间的意义 你的心跳稍微快一点的话 那你在那个时钟上面 你就会一天就会有比较多的小时跟分钟数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时间跟你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是可以让你从这个时钟的数字上 去引导大家去想一下 艺术家李佳颖运用人体特殊运作机制 以心跳作为时间计算单位 把原本最小单位的一秒 转换成心跳的一下 心跳愈快的人一天也变得愈长 在这个独特时钟世界里 你会把多出来的时间拿来睡觉 还是多看一本书呢 美术馆XI的计划从2014年的第一届 到今年我们已经累积了六组团队的接触表现 2020年这一届的获选团队 团队名称是合理互动设计 其实从它的名称就可以了解 它跟过去几届的这个猜予的团队的团队组成 它其实是有特殊性的 一开始是我们看到的屏光片 它转成90度 会变得黑的 当下这个很人性感受到就是 哇 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但是我们接下来的课题 其实是要怎么把这个神奇变成一个 可以让别人一起来感受的东西 那件事情是非常主观 非常艺术 非常人性的一个目的 然后我们透过很实验作为一个方法学去向它推进 其实偏光膜作为这么大的艺术装置 真的是非常少见到 通常它是用在电子产品上 是非常干燥 非常平整 非常干净 但是北美馆的前广场是一个回风雨交加 就是很不可思议的环境 而且它会造成磨料有很多不适用的地方 其实所以说我们不断地做实验 不断地找不一样的材质 不断地找不同的配置 每当我们发现出一个新的效果 就像可能我们发现了彩虹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充满了无限想象 就觉得 哇 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圆形的广场里面 我们最后本来都是黑漆漆的 最后你走到里面 你发现了一道彩虹 然后这应该会是一个奇幻的东西 我们就会开始用实验的方式 不断地去验证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行 这一个材料的性质 然后这一份神奇到底 可以带来什么体验 这是我们想要不断前进的 对 还有诗庭 我看到好多个诗庭 并没有 对 这是我去北美馆 然后这是由X赛里面跟河里互动他们做的一个作品 就是《多从真实》 对 作品名称叫《魔》 《魔》 对 其实这个作品它想表达的是什么 其实这是我们每年都会在利用台风来之前 短暂的三个月会在美术馆的广场里面做一个广场计划 那它是从2014年就开始了 所谓的《多从真实》是今年的命题 那我们会去做争选 看选到什么样的团队 很切合这个命题 然后可以在美术馆的广场里面来做实践 所以这次是选到《合理互动》 是我们的首讲作品 那它的作品名称叫做《魔》 那请问X赛之与教育服务组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它是什么样的分属 其实X赛我刚刚说它发生在广场 那其实广场是一个很奇妙的场域 就是你看国外有很多的美术馆广场 其实它都是一个不管是你做活动 或是大家集合 或是大家互相相约的一个很好的地点 所以其实美术馆的广场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域 就是建筑师高尔潘先生 是把台北市美术馆的正门入口 就是开在北边就是面山 那所以在这样子操作整个广场活动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其实美术馆的广场 它应该要有一个主要活络人群的一个这样子的目的 所以当时在拿到这笔预算的时候 确实当时的馆长跟我们其实同仁们 做了很多的讨论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广场上面做什么 那发现说其实 不管是 有很多国外的美术馆 他们其实也利用他们的广场 或是利用他们的空间 其他的空间 非展示空间去做了一些特殊的计划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广场上面做了XI计划 我们其实只是营造了一个环境 然后它其实最重要的是 就是产生多重政治这件事情 其实是透过人的观察 你的观察跟另外的人观察的方式的不一样 或者是你们所在的位置不一样 会造成你们对这个作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一开始进去之前 一定不会觉得这个环境是有什么异状的 但当它进去之后因为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可能就是会觉得 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那这不舒服的感觉可能就会造成 它会开始怀疑自己身边的墙面是不是真的存在 那就有可能会 就会开始使用它的手啊 什么去触摸去确认它的状况 所以这是我们当初在设置这个作品的时候 其实就也希望会发生这件事情 那也是希望每一个看的人对这件作品 都会有不一样的解读 那那时候命运是什么样的机缘想要去X 就是因为这个场域是一个X 是不是X代表什么 就是是一个未知的场域 X是指未知的意思 对 就是它可能是 X可能是零 但是X可能也是无限大 所以我们不知道X是什么 要靠大家去定义 然后X代表就是地点的意思 对 一个未知的领域的一个概念 是 那这个至于就是你们在去做的时候 这几年有这么样多不同的 就沉浸式的一个作品 让民众们也可以成为艺术品的部分当中 你们有没有得到他们一些哪些回馈 是你觉得是 没错 我们这么做是值得的 其实大家对X代表计划的回馈都非常好 因为它确实做到了一个 就是让广场的人变多了 或者他们愿意去探索不同的 我们设计出来 设定出来的这个空间 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计划 那只是时间会比较短 碍于天后的因素 我之前有参与过一个作品是 它是让我们戴着耳机 然后会有 里面有不同的指示 然后可是我看到很多的一般民众 大家会举手投足的不同一样 然后你就会觉得 大家变成是市民的共同创作 然后来做成一个表演这样 所以你参加的是X代计划吗 就在北美馆门口 就是很多的 那我知道是哪一届 就是沈亭甄的《不光之间》 就是上面有很多风筝 对 那个作品好疗愈 对 对 我觉得在这几年就惊喜它在创作的东西 是让民众们也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引导式 然后他们也许没有这样的背景 但他们就像刚才讲一个非正式教育里面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接过接受过正式舞蹈训练 或者说他们有正式过美术训练 可是在就是实体里面的团队的创作之下 或是艺术家的引导之下 他们就很自然而然地可以开始 对 然后你就好像看到他在舞蹈 对 而且就是很棒的那种当代创作这件事情 是 对 因为我们就现在我们对于美这件事情 其实有点距离 可是藉由这样的一个发起 或是这样一个平台之后 当代创作其实离我们生活一点都不远 是 那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空间就是 王大宏的建筑剧场 是 王大宏这名字在我们台湾人来讲 可能有些人很陌生 可是其实他可能我们大家都 进入过王大宏的空间 也许不在北美馆这里 可是在其他地方 其他都有设计过很棒的空间 像比如说国父纪念馆这样的空间 对 那这样的一个它的自载当中 北美馆想要用什么样的力量 来去活化王大宏的建筑空间 是 在这个美术馆主体就是南进门的 再过一个小小的小径 会到了王大宏建筑剧场 它其实是 王大宏的建筑与保存学会 他们在2006年开始 就是 因为王大宏的自载本身拆掉了 本来在建国南路自载拆掉了 那他们就坐落新的 他们就是复刻了一个王大宏自载 在花博公园里面 那在2017年的时候 美术馆就是得到了这个礼物 它其实就是文化局这边就交由 美术馆这边来管理 那第一个我们接到这样子的一个场域 它其实跟儿艺中心不一样 儿艺中心是馆中馆 好像是馆里面的一个小馆 但是它不一样 它也不在美术馆里面 那到底要创造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时候光是命名这件事情 其实就伤透了脑筋 其实我们同仁跟馆长 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讨论 那最后馆长提出来的一个想法 就是跟剧场有关 因为他觉得这样子的房子 就是基于一个正确的 一个教育的观念 我们无法说它是真的重建 因为重建它可能在建筑史上 它可能有材料上面的 一定是一样的材料 或者是 比如说施工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施工 那也不适合称它为故居 因为王大宏先生 根本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 所以在美术馆的立场 我们应该要把它当成什么呢 那时候馆长想到的剧场 它其实是用剧场的概念 因为通常在剧场 我想义军应该比我熟悉 就是说其实灯关掉 就是大家开始演戏的时候 你会非常投入 你会觉得你好像在那个世界里面 可是当灯一打开的时候 你又回到了现实 他觉得王大宏的这个自宅 他其实就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 就是说 所以我们叫他做建筑剧场 你看是火箭耶 老爸 走路缺约了要多久啊 你看 左前方的天空 有一阵太空陨石群正在快速地经过 快 把握机会 许愿吧 在你眼前右前方有一面灰色的墙 现在请你稍微离开墙面一点点 轻轻地跳 你现在已经比以前更轻巧 缓缓地沿着水沟盖往前走 看到了吗 这就是黑洞 小心 蹲下来 缓慢地通过吧 展性愉快 至月亮 这是一封来自地球的信 由于不知道在您的社会环境里 的礼仪应该是如何 请您让我在这封信里 用地球人惯用的礼仪与您沟通 准备好了吗 不知道是谁住在里面 像小主人一样跳房子 他最喜欢跳房子 那这几年在尸体里面的计划当中 你们用什么样的计划 活络这样的一个复刻的空间 对 我们在收到这个命体 因为他真的就是好像是一个命体座文一样 就他就真的从天上掉下来 就坐落在这边 那我们的考验就是说 我们到底要拿这个剧场怎么样 跟民众做沟通 后来我们觉得第一个大家要 至少要知道王大宏先生是谁 然后他的建筑 或者他的理论的基础 或者他的想法 为什么在台湾 现在他会这么的被重视 为什么会这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之前做了一个 走路去月亮的人 他是一个沉浸式的导览计划 就是参与的人呢 他也是会戴着耳机 那耳机里面有三条故事线 让你去了解这个房子 跟这个建筑师本身的关系 那王大宏先生非常喜欢月亮 他的房子里面有很多圆形的暗示 那这个暗示其实都 事实上他也曾经做了一个登月纪念碑 因为他觉得我们可以 人类可以登月 他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纪念 而且非常值得颂扬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在第一次 我们端出这样子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称他为走路去月亮的人 我们讲的就是王大宏先生 就是他不是搭火箭 也不是坐飞机 他是走路去 就是他慢慢地走向他的月亮 那我们都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走到 但是我觉得这个精神 用来形容他其实是我们 自己也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然后一直到今年我们做的 墙后的院宅 主要是跟艺术家叶明华合作 那他透过舞蹈 透过身体 再去带领我们看到不一样的王大宏 真的听您的分享就觉得 北美馆有隐藏着太多太多 我们不知道的这么贴心的服务跟计划 那今天可否在节目之后 请师婷来跟我们分享说 所谓的教育服务组在未来里面 你们至于台北市民这样的连结里面 你觉得北美馆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大家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是 我觉得从前面子讨论到现在 你大概会发现我们做了很多很不一样的活动 有些是活动 有些是演出 有些是表演 有些是计划 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觉得 这是现在的一个尝试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观众 他们会透过很多 有些观众是视觉型的 有些是听觉型的 有些是要律动身体 他才能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出发点还是观众 但是我们试着打破原本 就是我们只能办活动 或者我们只能做讲座或者做演讲 这样子的比较单向的教育活动 我们打破它 然后试图去引进其他种不同的 活动的模式来跟观众沟通 所以我希望 或者是我想象中的台北市民美术馆 是一个很乐于提供各式各样的 观众参与的活动给观众的 那也希望大家走到我们美术馆中 太棒了 今天谢谢非常诗婷 力领我们的利等路而好 更期待我们未来有更多的民众 能够一起走入北美馆里面 感受到所有的奇幻之旅 谢谢诗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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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呔安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